Hello大家好,我是一楠 今天做这个视频的主要原因呢 是想站在一个美国工科再读博士的立场上 为大家分析一下读博士的利与弊 先来介绍一下我个人的背景吧 我本科是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学院的自动化专业 然后硕士出国在美国读了宾夕凡尼亚大学的WE 就是Electric Engineering,电子工程专业 到了博士呢,我转了一个专业 我现在是一名博士的学生 我的专业是工业工程,Industrial Engineering 我的方向是运筹学,就是Operations Research 经常被学弟学妹问到的问题就是 学姐,我现在要毕业了,我很迷茫 我不知道我要不要读PhD 或者我很想读博士 但是我不确定我可不可以坚持的下来 博士生活是怎样的 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神秘的事情 所以今天呢,就针对我经常被问到的这些问题 我写了一个总结在我的本子上 一会呢,我们就来到本子上的总结 一条一条的,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第一个问题就是哪一类的人适合读博士 我的答案是一定要自愿且意愿十分强烈的人 因为说实话,读博确实是一个比较艰辛的过程 他这种劳累呢,其实指的不是身体上的劳累 而是心理上的劳累 读博士相当于一份工作 这一份工作你要做四年五年甚至更久 在这个过程中呢,你不但不能换工作 你甚至都不能换你工作的内容 那这种一成不变性是很容易消磨人的意志里的 第二呢,也是很多同学面临的一点 就是peer pressure 同类竞争吧 当你看到跟你一起毕业的本科或者硕士小伙伴 已经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 而你却要拿着最低的工资 做着相对繁重的工作的时候 很多人心理上会开始有一些不平衡 所以说呢,读博的这五年期间 你的心态呀,会一直出现大小不定的波动 那这种波动对于意志力来说 是一项非常严肃的考验 如果你在一开始就没有意愿很强烈的话 稍微一个小的波动就会让你变得不堪一击 我经常会碰到一些因为非自主的原因而读博士的人 我不知道为什么国内很多父母对于在大学任教有一种迷思 你未来的路还是要你自己走,对吧 如果你对读博士这件事情本身都不感兴趣的话 你是不可能对留在大学当教授感兴趣的 因为当教授你要继续发论文做研究带学生 他比读博士的难度系数高很多 如果你连博士这一关都没有通过的话 何谈留在大学呢 第二类人呢,还没有想清楚自己未来的职业规划 这一类人通常都是学习能力比较强的 GPA还不错,还可以升到比较好学校的人 与其找一份很耗时间,挣得又很少的工作 你为什么不去找一份,你也同样没有那么喜欢 但是在经济上能够给你保障的工作呢 还会遇到一类同学呢 他确实读博士的意愿很强烈 但呢,他有一点点不自信 会担心自己做不到 这个你是完全不必要担心的 这事实上确实有一些十分聪明的人 那跟你做同样的事情呢,他可能耗时更少 可以达到跟你同样的效果 但不代表你就达不到这样的效果 我碰到的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申请博士要做一些什么准备工作呢 在这里我主要针对的是申请美国博士这一块 教授们最看重的就是你的学术能力 所谓学术能力呢,分数只是其中一小方面 而更重要的是你在之前有没有做过什么研究 如果你是本科毕业就想申请博士的人呢 你在本科期间呢就要多多少少做一些小的项目 第二项就是学分纪嘛 也就是在美国这边讲GPA GPA重不重要呢,重要 它虽然没有学术能力重要 但是它可以体现一个人的学习能力 读博士学术能力只是一种升华嘛 但最基础的东西还是学习能力 你要先把前人做的东西消化完成了之后 你才可以做你自己的东西嘛 所以学习能力很赞的人 也是教授们比较青睐的一类人 那第三项呢就是实习 有一些人可能有一些在外面企业实习的经历 会犹豫这一项实习机令 要不要放到自己的简历上 我的答案是一定要的 虽然它没有研究和GPA这么重要 但它也能体现一个人的个人素质嘛 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经历的小伙伴 要把实习经历洗在里面 那我刚才讲的这些东西呢 都是前期的准备工作 就是在你申请机到来之前 可能要花两年甚至更久的时间 所做的一个积累 那到申请机到的时候呢 很多同学关注的就是 学校选择的问题 其实选择学校和选公司是一个道理 你在去面试一份工作的时候 你肯定要考虑这个公司 未来的职业前景是怎么样的 我去了之后可以做什么样的工作 这个公司的薪资水平是怎么样的 我在这个公司会跟什么样的人合作 我会进哪一个组等等等等 其实学校选择也是一样的嘛 你的这个学校就相当于你的公司 你的导师呢就相当于你的老板 然后你的方向呢就相当于具体做的事情 我个人观点是导师比方向重要 方向比学校重要 一个好的导师可以带领你 更加高效的完成任务 并且让你在学习的过程中十分的快乐 像我的导师跟我的个性就十分的吻合嘛 我其实也是因为我的导师 才来到了这个学校 他是一个工作效率十分高的人 思路特别的清晰 而且会把工作和私生活分得很开 情商又很高 申请到学校了之后 学校会组织campus tour嘛 就是参观校园 然后有机会跟未来可能成为你导师的人聊一聊天 我为什么说导师比方向重要呢 因为导师是引领你在这个方向上进行探索的人 可能你对某一个方向十分感兴趣 但是如果你的导师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人 他会拒绝你选择这个方向 那你这五年的博士生活不会快乐 我周围有很多跟导师闹得十分不愉快 毕业之后甚至再也没有联系的人 也有在读播期间痛苦万分 因为跟导师的工作方法十分的不一致 然后会产生一些分歧甚至争执的人 我申请完去参观学校的时候 我当时的系主任跟我们聊天 他说老师的personality就是个性 可能比他的researchability or research field 就是学术的领域和学术的能力更重要 你的导师是在未来的五年里 跟你接触时间最长 也应该是跟你最亲近的人 作为你最紧密的合作伙伴 如果你们两个个性不吻合的话 你的工作环境会是十分痛苦的 这也会直接影响到你的工作效率和工作成果 好了 那聊完前面两个比较沉重的话题 那我们现在聊一点轻松的 很多人好奇博士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工科博士呢一般分为两类 一类是实验科学类 比如说化工的很多专业呀 或者生物工程的很多专业 这一类的专业呢 是要靠在实验室不断的做实验积累数据 才能出成果的 可能他们就要朝八晚六的 在实验室里面工作甚至更久 我读的是运程学嘛 我们有一点应用数学的概念 每天的日常呢 就是证明新的算法 改进新的算法 实验新的算法 然后通过写代码把它模拟出来 我们的工作性质是可以在家工作的 就是所谓的work from home 随机性也比较强 所以这一点还是很好的 那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钱嘛 博士的工资在美国的平均水准 是在月薪2000刀左右 养活自己没有问题 就包括租房啊 还有一些日常的开销 可以生存的蛮不错的 不用说节一缩食过得很苦 这一点确实比国内的大环境要舒适一点 当然博士的生活也不全部都是学术啦 有些系里面会组织很多各种各样的活动 比如说去某个教授家 大家聚餐呀 每个人带一道菜 很好玩的 因为系里面有各国的同学嘛 你就在这一天能够尝到各国的美食 再比如说会有野餐会呀 全系上到系主任 下到博士同学 甚至博士的家属都会参加 很多教授会把他们的小朋友啊 甚至猫猫狗狗一起带来 我们就可以一起玩 再比如说每年年末的时候会有舞会呀 就会表彰这一年的优秀论文呀 优秀教授呀 优秀导师呀 同时会有一个非常非常盛大的晚宴 然后大家都穿得很漂亮 男生都是要穿西装穿正装的 女生也要穿漂亮裙子 然后大家都打扮一番 有点类似于公司的年会性质吧 也是一个自娱自乐的东西 除此之外呢 很多人有一个误区 觉得博士被录取了 就可以一直读到毕业为止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当你博士被录取了之后 你就可以正式进入这个学校 成为一名PhD Student 但你这个时候还是临时工 你要通过一个等级考试 叫做Qualifier Exam 你才会成为一个正式的PhD Student 也就是说正式员工 那闯过了Qualifier Exam 等级考试这第一个阶段呢 第二个阶段就是中期Proposal 基本上我们会在第三年的结束 或者第四年的时候进行中期报告 这时候你毕业要求的 三个研究方向中的第一个 应该已经基本上100%完成了 然后第二项要完成50% 第三项要至少选定了题目和研究内容 完成大概30% 这时候呢你会向导师组提交中期报告 并且进行中期答辩 通过了之后呢 你才可以成为第二个阶段 叫做PhD Candidate 第三项呢也就是Dissertation 这个时候呢就是你准备毕业了 你要进行毕业答辩 你做的三个方向已经完成了 你的导师认为你现在可以成为一个合格的博士生了 不会给他砸招牌了 第四个问题呢就是毕业去向 其实在很多年以前呢 大家都博士毕业都是为了留校任教 但是这几年呢越来越多的人进入了企业 基本上毕业T去向呢 一个就是进入学术圈 一个就是进入企业 进入学术圈当然就是继续进行学术研究 然后成为助理教授 终身教授到正教授 这样的一个接近的过程嘛 但是最近这几年越来越多的人 选择进入到企业里 包括我自己在内 现在很多企业呢 都有专门针对博士生的部门 会专门为博士创立一类的头衔 叫做某某Scientist 就是什么什么科学家 比如说数据科学家 运筹学科学家这样子 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内容啦 希望没有吓到各位想读博士的小伙伴 其实总的来说 读博士还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你可以交到很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 可以经常接触到一些特别优秀的人 听到一些特别励志的故事 而且我相信你拿到了博士学位 回头再看之前的这一段路的时候 是会觉得十分有意义的 如果有正在读博士的小伙伴 在看我的视频的话 让我们一起加油好吗 今天就到这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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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